特鲁索瓦与瓦利耶娃两位花花名将去到了迪拜 开启了度假之旅 大量的图片流出 有网友曝光 特鲁索瓦的恋情疑似曝光了 因为他的绯闻男友也去到了迪拜度假 两人在同一个地方都留下了照片 最关键的是疑似两人牵手的照片曝光 这是特鲁索瓦与瓦利耶娃来中国比赛冬奥会之后 首次出国度假 两位漂亮的女孩也是在海边秀身材 不过看上去进入休赛期之后吃得有点好 作为十多岁的女孩可以让人理解 两人看上去都比平时胖了一点 前段时间特鲁索瓦的绯闻男友曝光 这一次出国度假 更是被拍到两人牵手的照片 引发外界对于两人恋情的关注 特鲁索瓦恋爱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下个月就满18岁了 实际上相比于谢尔巴克娃的优雅 以及瓦利耶娃的可爱 特鲁索瓦被认为是更接地气的 他也没有太多打理自己所谓的完美单身美女形象 所以一旦官宣恋情送上祝福即可 特鲁索瓦在结束了冬奥会的比赛之后 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 大家发现特鲁索瓦打扮得非常的成熟 特鲁索瓦还向大家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特鲁索瓦害怕每日的核酸检测 因为一旦结果呈阳性的话 那么将会被拉去隔离 特鲁索瓦害怕核酸检测结果的原因 就是他特别热爱滑雪滑冰这项运动 因为一旦核酸检测出现问题 那么他就不能够参加比赛了 所以小姑娘特别担心这种事情发生 当然由于特鲁索瓦现在的能力非常强大 因此大家相信 特鲁索瓦一定能够在未来创造惊喜 特鲁索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已经向粉丝们透露他想要挑战五周跳 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 挑战过五周跳 当然关于挑战五周跳的事情 特鲁索瓦又提到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那就是与生结贤 与生结贤在挑战四周半跳 但是四周半跳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 特鲁索瓦敢于挑战五周跳 这确实非常有勇气和魄力 当然能否成功 就看特鲁索瓦在今后比赛的表现了 希望年轻的特鲁索瓦 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惊喜 相信这位俄罗斯的花样滑冰天才少女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期待特鲁索瓦在未来的大赛上 创造更多的好成绩 粉丝们也会继续为特鲁索瓦加油 考虑到目前依然在竞赛期 而且花华运动员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 现在兵迷们实际上更关心的是 盗娃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出现在赛场上 尤其是特鲁索瓦与瓦利耶瓦 前者还没有拿下顶级大赛的女单冠军 后者则是还非常年轻 才16岁 如果在最好的时间 不能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全部价值 我们只能说 这一代套娃真的是生不逢时呀 不不 不 不 谢谢